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轻震居家照护势在必行 确诊数最多的新北市开始启动 高雄市也已申请 另外台北台中花莲 也致电指挥中心准备办理 而民众居家照护靠家庭常备药 可以舒缓症状 感染阿姆康的患者 可能出现头痛 喉咙痛 流鼻气等常见的五大症状 药师建议像是发烧或止痛 可以选择由乙烯氨分成分的药品来缓解 若有流鼻水咳嗽等症状 可以找综合感冒药 以适应症挑选 但切记勿同时服用 专案提醒像是卫生纸 和可存放的罐头干面等 另外还有医疗用品 可以准备两周的量 医师更提醒 若有足迹重叠或有症状民众 最后自行居检第三五十 以及后七天自主管理 快筛两次共五次 若是筛检阳性 区隔第五到七天和第十天各一次 以及自主管理两次 共快筛四次 轻症者居家照护快筛阳性 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政府 关怀就医的平台 地方政府来安排就医 一时点出 轻症在家患者持续出现呼吸急促 胸闷胸痛或嘴巴指甲脸色 颜色改变 恐怕就是转为重症的征兆 一定要尽快通报 时刻提高警觉 观察病况转变 才不会延误就医 借神试炼草招人 台北采访武道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